香港特區政府收到土耳其政府要求派出救援隊伍 前往土耳其地震災區協助救援工作後 消防署、立克聯同保安局入境事務處和衛生署人員 組成了一支59人的支援隊 在2月8日的晚上啟程前往土耳其 特區救援隊在2月10日抵達土耳其哈塔爾省後 隨即在哈塔爾體育場批輪國家救援隊住宅 同時設立行動基地 救援隊在2月11日當地時間大約10時 前往哈塔爾另一個住宅區進行搜救行動 期間在下午5時30分左右 在搜救地點附近有人向救援隊求助 指出在遠處的壓力裡懷疑有人被困 救援隊隨即不復現場 發現滑泥機正在移除大約6米深的壓力 安全主任立即平估現場的環境 叫停滑掘工作 分隊主管在確定傷者有傷者之後 亦都立即確定傷者的位置 和距離地面的深度 接著制定拯救策略 在不影響傷者位置的結構安全之下 畫出一條大小合適的救援通道 之後再派最小的救援人員 通過通道去接觸傷者 評估傷者的傷勢 和作出初步的治療 最後成功救出三名生還者 再經過救護員穩定他們的傷勢之後 將傷者移離現場 和送上救護車 最後我最想多謝的就是我們的前線同事 雖然已經過了黃金72小時 但他們沒有放棄過 他們在嚴寒的天氣之下風餐露宿 但仍然能夠保持士氣 盡全力去拯救傷者 只要有任何一個機會 我們都會繼續盡力進行搜救 講到剛才的撤離 沒錯我們現在暫時是沒有撤離的方案 而我們當日來的物資 亦都是預計可以用到七天 大概七天 其實我們如果在物資上有任何缺少 香港消防署那邊是會補給給我們的